蜘蛛娘系列第21期 十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新来的小伙伴对这只黑长蜘蛛蜘蛛感兴趣的话 可以从阿普简介传说门从头看起 然后观众不要忘记数字三连一波 承接上去剧情 然后就找到了大白所说的房间 另一边蜘蛛娘躺在张马血脂的床上 然后阿里不动的重复另一个声音 走吧 是时候把她 画面回到男主这边 文件上的内容这样写道 不是杀害这一现象可能是揣测过度 实际上我曾被她杀死过 然后却作为新人类诞生了 毫无疑问拿木正刚已经死过一次了 这种怪物的繁衍方式极其独特 正是在曾经作为我妻子的那里听说的 他们的一生只会进行两次捕食 他们在蜘蛛状态下无法进行繁衍 所以为了留下后代 他们会把别的种族的生物个体变成自己的东西 那就是他们一生中的第一次捕食 血 肉 骨头 甚至连心与意识全部夺取 再获得了其他种族形态的怪物 会捕食同种族的异性个体 这就是第二次捕食 也就是最后一次捕食 好家伙 怪物一生只捕食两次 捕食的还是有着爱慕之情的一对人类 强行把不可能在一起的情侣凑在一起 可以的 这把我感动的 请到我把感动和泪目打在宫廷上 我原成为最强助攻王 回到剧情 周体共有者的繁衍对象见食物 就是上面提到的欲求对象 然后怪物 有着把欲求对象的血 用著是包裹成茧的习惯 这一习惯不只是把茧当成了应急食品 同时也作为了快速恢复伤口和能力的补品 如文件上所说 之前肚子被那个疯女人开了个口 明明是足以致命的伤 坦荡一郎 那时候也是 明明被那家伙下了药 却一瞬间就恢复了 这种愈合的伤口和麻药的免疫 都是因为慢慢的觉醒了怪物的能力吗 蜘蛛娘之所以那么执着于男主 也是因为把她作为捕食对象 作为繁衍后代的男性 欲求对象的选择 是基于肉体身前共有者抱有的爱慕的情感 顺着肉体共有者的强烈思念做出选择 这份思念凌驾于支配者之上 怪物于米园幼子的样貌 出现在她面前的理由 是因为米园幼子身前当方面的喜欢上囊主 弄出物理的吐槽 还他妈有这种事 太不讲道理了 一个是纯粹在父亲的安排下被夺取了生命 另一个则是在不知不觉中 被强制改变的不像人类 就像是命运共同体的男女一样 扭曲的死去 这时房间外传来了愈来愈近的脚步声 现在想想从大白知道怪物的时候开始 囊主就有着不好的预感了 犀利的奔地抱着教授的背影 从这一切当中移开事件 装作看不见的党主 才能保持这样平静的状态 党主叹了口气说到 现实重叠的瞬间 我已经抓了觉悟了 即便你是怪物 救了我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开心 如果能对我温柔点的话 我会很开心的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通编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个伏笔就是 为啥同样变成了怪物 犀利的大白却能保持人类的意思 这个地方值得期待一下 这本漫画除了后期画风奔了以外 剧军方面还是挺新奇的 可以期待一下下一画的更新 希望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可以三连支持一下up族